就在杜拜的泡沫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经济泡沫化更加引发关注 中共当局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 以及破纪录的银行贷款 却转向促使股市和房市飙涨 同时引发通货膨胀 世界银行警告中国资产泡沫风险 专家则是担忧中国资产泡沫破灭 将引爆世界经济的危机 好 请看我们这一期的禁闻角落 由于全球经济衰退 抑制了中国出口的需求 迫使中国采取刺激经济措施 并自去年9月以来五次降息 今年银行新增放款总额将达9.8亿万元人民币 但结果却促使股市上证指数 今年迄今上涨78% 70个主要城市10月房价增幅 创下14个月新高 水电油气等多种产品价格不断上涨 彭博社12月7号报道指出 对于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0%的中国而言 欧美的进口需求恐难快速恢复 中共号称每年GDP增长都要宝巴 然而将资产价格飙涨视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中共官方这种错误的心态令人忧心 著名经济学家郎贤平教授警告 中国由于投资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 很多企业家从实体经济转进房市 进而将房价炒高产生大量泡沫 若中国资产泡沫破灭将造成2010年世界经济危机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经理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共同执行长葛洛斯表示 中国全力拼出口但终端消费者却找不到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中大军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毛一世指出 中央现在完全没有醒悟到这个问题 依然坚决拒绝一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 并在维持甚至是增加出口补贴 近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经济的盲目发展将导致中美经济合作失败 毛一世指出 中央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 对出口战略做出重新评估 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升值 采取改革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 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会议12月7号闭幕 会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为重点 特别强调要增强居民 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安居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人民日报12月3号罕见的报道说 中国的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 在发达国家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50%以上 而在中国得不到10% 中国劳动报酬只占国民收入不到42% 而且逐年下降 国内消费率仅有35% 比美国低一半 比印度还低20%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程晓农博士说 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 是每天人均消费1.25美元 2007年中国农村的人均消费 人均才1.16美元一天 也就是讲 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了 中国的80%左右的人口 仍然是在全球贫困线以下活着的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可能会有很强的消费率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武凡指出 中共的整个政治体制 经济结构 财经政策利益分配等等 都是代表共产党和资本财团利益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莲说 中国政府通过30年改革 早已落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立型政治集团 这样一个自立型政治集团 是不可能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专家指出 中国经济2010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通货膨胀会给中国的贫困人口 带来更大的压力 资产泡沫化最终将引爆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 新台人记者李元翰周平综合报道